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历史的大数据来跟各位分享 上礼拜也提到半年限以下 你该如何理定操作策略 待会我们进一步就要告诉各位 其实有一些个股 只要你现在积极把握 要抓个三成的波段利润 我想绝对不是难事 另外AI股陆续的在做回神了 不过这一波看到 小AI是先动了 那接下来 全职股的大AI 比如说广达技嘉伪创 后面有没有机会跟上 那就看9月份的业绩表现 不过内资外资在这里 异口同声地 喊进了一些AI相关的指标股 还有市场上高人气的PCB 这里面今天金像电大涨之外 值得一提的是定颖投控 股价又创下新高了 上个礼拜好像才刚出现了 一个明显的激烈拉回 怎么今天转眼间就创新高 不过魏阳老师总是有独家的观点 要告诉各位创高的背后 筹码面我看到了隐忧 所以不论您是正在观察PCB 或者是已经持有PCB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内容绝对对你 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一定要锁定到中场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盘的部分 今天虽然量缩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本周有假期 其实有的人可能这个时候 人都已经飞出国了 所以其实不用太在意 这个礼拜的成交量变化 我认为节后来看 量会不会回温才是重点 这个礼拜毕竟秋节长假之前 心里已经有这个预防针 你就不要太纠结在量的变化 值得留意的是我们上个礼拜 是不是跟各位提到 大盘虽然跌破了半年线 但是技术面的KD指标 并没有去跌破前波低点 那么当大盘指数破新低 指标没有破前低 这个就形成所谓的牛背离 低档背离 所以这礼拜不排除 大盘有机会在秋节之前 先收复半年线 这个企图性绝对是有的 因为其实像今天盘中的高点 几乎就要触及到了半年线了 我认为不是秋节前 也是秋节后 绝对会占回半年线 会占回月线 会占回季线 这个行情我们其实一开始 都帮各位沙盘推演都规划好了 那真正对你来说的重点是在于 如果跌破半年线的时候 你因为恐慌害怕 或者说听到市场耳语 认为有所谓的C波下沙要来了 这个时候急急忙忙 冲动的乱沙乱砍股票 那真的一不小心 就可能卖在阿呆股 我们特别拿了去年底的 技术面的走势 跟统计数据跟大家分享过 去年12月大盘指数 也是跌破半年线 而当时坏消息比现在还多 看坏的人可以说是一面倒 你自己回想一下 去年底因为经过了一整年的下跌 跌了5995点之后 大家在展望2023年的时候 你说看了有多坏就有多坏 但事实上如果你能够克服 成为少数勇于逆势低阶的投资人 三个月后你将成为大赢家 我们来看 假如你在跌破半年线之后进场 三个月后不到一季的时间 涨幅翻倍的公司有15家 涨幅超过五成的公司有87家 涨幅超过三成的公司有143家 总计简单来说涨幅超过三成以上 三成起跳的公司 总共就有388家 而我必须要说 去年底那一波跌破半年线的时候 比半年线级别更高的是什么 年线嘛 年线的力量是不是更大 但是去年底那个时候 年线都是盖头弯头往下的 而现在的年线是翻阳向上踩在脚下的 所以这一次跌破半年线 时间不会太久 它就会是一个假跌破 假跌破 你就要赶紧上车 否则机会一旦错过 我可没有时光倒转机 我们再看所谓的选举行情 慢慢的逼近倒数了 我们本来就跟各位讲过 9月份在历年统计上面 本来就是相对比较平淡 或容易下跌的一个月份 所以这个月你可以先比较保守一点 但是现在已经来到9月最后一周 现在所有的动作 你都要为10月为第四季 而开始提早布局卡位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过去历史上的七届总统大选 从1996年大选以来 那么大选前的那一年 10月份 那么事实上出现了6次的上涨 除了就是95年 这个95年10月的时候 是下跌了4% 此外后面的6次大选 前一年的10月份 通通都是上涨 而且以大盘指数的角度来说 能够涨个2%到3% 已经很多了 甚至可以涨到7%以上 那我必须要讲 这个代表当然就是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会去影响这个市场 因为你想嘛 如果我们台湾的总统大选 通常是落在年初1月份 那如果你在倒数前三个月 月略就是10月份 还让指数一直在这边破底落势 那真的这个选仗 可能会打得比较辛苦 所以通常10月份 就要有所作为 让行情适时的表态 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政治立场 但我们现在来聊财经 聊投资 我的焦点只有一个 希望各位就是把握住 赚钱的机会 该趋吉就趋吉 该避险就避险 这个就是我的风格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下午华为会召开 秋季发表会 有新的产品要发布 那么其实华为这一次 这个卧薪尝胆卷土重来 亡者归来复仇之路 那我认为对于整个第四季 全球消费性电子的领域 一定会带来影响力 那台湾有哪些 华为相关供应链 华为相关个股 我想大家一定很关心 对不对 要投资之前 一定要先做好功课 做好准备 那么华为相关供应链股票 我们已经放在 LINE的粉丝专页当中 你点右上角记事本进去 就可以看到 那这份表格资料 我们都已经放在 atstock888 小老鼠STOCK888 你点右上角记事本进去 就可以看到了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AI的部分 那么外资 内资 不约而同的 对于一些AI的业绩股 开始出现平等上修的 最新报告 包括8210情城 凯基投顾给予280目标价 2376技嘉 凯基投顾给予360目标价 另外大摩证券 也给予340目标价 我们提到过 其实技嘉在接下来 年底这一波AI股 落底之后的反攻 将会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地位 因为它的8月营收 明显的跳增 月增率达到37% 这个就是因为 AI的订单开始出货放量了 5月 6月 7月的时候 AI当时反映市场的乐观气氛 加上资金的促勇 所以股价一波狂拉 不过当时当然看坏 做空保守的人都认为 AI股没有业绩 业绩不好 可是本来其实股市本来就有不同的阶段 通常第一个阶段都是先涨在题材时 第二个阶段就会来看 营收是否有正向的挹注贡献 到第三个阶段就打开季报 以获利见真章搭配本益笔 现在AI其实走到半山腰 涨多之后拉回整理 又是一个新的局面 我认为技嘉最近越电越高 股价后续再涨就有机会 把包含广达伪创 一并拉起来 这几档AI的一军 我认为都值得留意 再来8210情城 这一波在季线这个附近 也做出了换手整理 很明显的大户的持股开始增加 所以有利于收复季线往上 今年前三季情城的业绩表现 也比较差强人意 不过最主要的重点是在于 如果看9月份的营收 它很有机会出现强劲的成长动能 因为随着新的平台渗透率的提高 还有新的专案开始进入量产 所以第四季开始会是业绩 明显向上的转折点 法人预计2024年 明年的获利可以大幅度的成长七成 我想这个是 接下来你可以留意的是 情城会不会开始展开 跟3693银帮之间的一个良性比价 还有最近被法人看好的AI股 包括PCB的机优生 3044见顶 今天金像电是涨停板 不过一直以来你们也知道 我更为关注是见顶 我认为如果时间拉长来看 见顶股价可能潜在的空间 上档的报酬率会来得比金像电 更值得期待 毕竟这一波是股价创历史新高的压回 其实以法人给它的上档的目标价来说 是高达300元 所以距离现在来讲的话 几乎这个还有快要50%的投资报酬率 当然你不一定要买单 因为法人看法不一定正确 但我只能说 为什么见顶它有这样的一个潜在身价 最主要就是在于 现在大家在讲COVAS先进封装 你要知道 现在这个所用到的玻璃机板 这个就是由见顶来做提供的 所以台积电最近传出 又进一步的去增加在COVAS的产能布局 像现在它的月产能大概1万片 年底到1.2万片 明年年底起码是2.5万片起跳 上看3万片 这个部分来说 设备厂的订单跟业绩 当然也值得关注 不过因为设备公司像红素星云万论 他们起伏比较大 而且可能现在来讲 还没有到任务的时间点 我认为见顶因为不只是有COVAS 有AI 还有车用 还有记忆体 这个部分更为全面 再来在IP跟记忆体双题材的爱普 今天股价也越过了前高 来到了400元以上了 所以这一段时间投信开始回头买超 一路的就做加码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时间 爱普的K线其实还蛮漂亮的 几乎都是一路红K棒为主 所以能够过高我想也不会特别感到意外 真的说比较意外的 应该是3715电影投控 今天股价亮灯涨停板 来到74元再度改写的历史新高 我说为什么它让大家比较意外 你回头一看上个礼拜 电影投控在9月20号 礼拜三的时候股价急跌跳水 几乎逼近了跌停板 来到鬼门关前 害怕的害怕 停损的停损 绕跑的绕跑 转眼之间 今天来到了涨停板历史新高 你要知道 从上周三的低点到今天的高点 约略差了11块钱 如果你因此而错卖 错卖 把买点当卖点 那一张就少赚1万1 10张就少赚11万 那100张就不要再算下去了 越算越心酸 很多投资朋友 其实面对股价的波动震荡的时候 总是过不了心理的那一个关卡 那不外乎几个原因 第一个 你对公司了解不够深 第二个 你其实比较少花时间去关注 筹码的流向 第三个 你的情绪比较容易被股价的波动影响到 涨的时候特别兴奋冲动 跌的时候特别害怕恐慌 那第四个 你可能是自己单打独斗 单兵作战绝对比不上团体一起打拼 因为你一个人在看盘 没有人给你意见 没有人指导你 没有人带领你就会害怕 就容易做出让自己后悔莫及的动作 那我特别提到 他背后筹码有一点隐忧 我还是必须据实以告 魏杨老师就是这样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我不是股票涨停板的时候 就花很大的篇幅 拿个20分钟 跟各位大吹大哩 跟你讲 电影投控有多好 有多好 有多好 没有意义 那我看到了什么隐忧呢 很简单 上个礼拜 外资买超电影 4518张 那另外 投信也买超了 2060张 所有有做筹码分析追踪的投资朋友 基本上 大概都会看到这样的数据 那也许你也看到什么 他的大户持股减少了 那我必须把这三个数据 放在一起比较 告诉各位 外资是不是千张大户 是 投信是不是千张大户 也是 那我问你 当外资加投信 买了6578张之后 为什么整体的千张大户的持股水位 在上个礼拜 反倒少了4000张 那意味着 不是外资 不是投信的 其他千张大户 至少卖了1万张 这样听不懂 至少卖了1万张 这就是魏洋老师 看筹码 比较深入跟细腻的地方 虽然定义投控 是我们的核心持股 虽然我们目前仍然续报它 但是我不会蒙着眼睛在这边 因为涨停板跟你大肆吹嘘 那我认为大户减码必有一番考量 那当然外资投信的加码 也自然有他们的动机 我们不需要去猜别人在想什么 但你只要认清楚一个事实 定义投控涨到这里 从8月以来连续大涨过后 它不可能在未来的一个月 两个月完全去复制这种走势 继续以高仰角不断地突破 不断地创高 所以你要让自己成为赢家 一定要先设法让成本降低 你只要成本高的人 比如说你原本追在70 71 72 上个礼拜三下杀到64 63的时候 你可能就怕得停损了 但如果你的成本在50块 你可能就不会害怕 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的成本降低 那你问我 老师都已经找到这里 还有办法让成本降低吗 有 当然有 来回操作 或者是找寻下一个 比较漂亮适合的切入联 你不要怎么做的话 欢迎你直接跟着我的脚步 那当然这个礼拜中秋佳节 我们也要跟各位呼吁一下 老朋友们欢迎一起来团圆 跟着魏洋老师168 专属于您的回家里 欢迎大家直接来电 或者是加入赖之后 私讯询问 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更多超车的 今天广华来聚 再请魏洋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国序权威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魏洋老师 好 上个礼拜聊到 从日本的特殊钢铜业 股价已经大涨 创波段新高 回头来看看1584金钢 那其实呢 不同的市场 不同的国家 但是你可以看到 只要产业的方向是对的 是相关的 股价中期的走势 终究是一致的 但如果从轮动的节奏 相关位阶来看 当日本的Didal Steel 已经创大涨新高之后 现在的金钢 才正要往前波高点来做挑战 所以相对来看 在短线上面来讲 应该还有继续在 补涨的力道跟空间 那我们认为呢 这边投信的买盘 如果能够延续的话 那或许呢 金钢随着呢 投信因为 本周有祭底作战 那延续到呢 下个礼拜 就是10月份 那金钢可能成为 新的第四季 投信任养的标的 那就有机会呢 来挑战历史的高点 好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5258红宝 那红宝呢 主要是工业电脑起家 不过呢 现在其实产品的应用 越来越多元 包含你可以看到 无人自助支付的商机 自助加油 那当然呢 包括就是呢 9月份我们非常期待的 来自于充电桩的业绩贡献 现在北美的充电规格 持续的统一当中 那目前呢 像快速充电的部分 特斯拉的市占率 高达6成以上 那预计呢 9月份就会开始呢 带来红宝新的业绩动能 那股价呢 持续的在增温当中 那还有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档 这个4763的材料 那今天的股价呢 也是拉出一根长红K 准备往前坡高连来做挑战 那我记不记得你们 在之前节目当中 有听到我讲过一个故事 我说 我在上个周末 去爬山的时候 遇到过一位山友 一位呢 算是 中老年 我讲到老年 不知道会不会生气 中老年的一位先生 他一跟我聊 他认出了我 叫我之后跟我聊 他跟我讲说 他材料呢 200多块钱 就获利出了 那我相信 他原本出的时候 应该是蛮开心的 因为以前材料股价 大概都是在 七八十块 不到百元 所以呢 如果一路暴胜 还到200多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人 已经觉得材料涨多了嘛 那获利可能已经翻倍了 结果呢 没想到材料呢 最高涨到多少 1235 他出在200多 然后呢 又多涨了 1000块钱上去 所以他告诉我说 他就这样子200多 卖了之后 再也没有买回来 眼睁睁看着材料一直涨 光一档材料 让他少赚了1000万 那我们回推 倒算回去 他原本可能只有10张 那我觉得这种经验 应该很多人都有过 很多人都曾经跟标谷 有过一段缘分 曾经悠有 但是为什么没办法呢 报到呢 后面的爆发 然后赚足了波段 包含你说 我们刚刚聊到的 3715电影头控 其实也是一样啊 从8月以来 很多人眼睁睁地 看着他 讨论他 但是呢 就是买不下手 那涨的时候觉得 他涨太多了 那我反问啊 这中间有没有急跌过 除了我们刚才说 上个礼拜三 快要跌停板 那你看呢 9月初的时候 他这里也有过跌停板 那急跌的时候呢 很多人不要说买进了 很多人可能还在那边呢 杀低或放空 其实要跟各位讲 股票啊 卖掉以后 能不能再买回 你可以有三个考量 第一个 就算是长线大波段看好的公司 这中间的价差操作 也有可能让你可以避开 短暂的回档风险 第二个呢 涨多总是会有整理 所以呢 你可以呢 在同一套资金上面呢 去增加效率 在整理之际 先换到其他的强势标股 第三个 这很多时候 法人会常有这种原因 把一档股票 减码过后又买回 就是获利跟目标价上修 那为什么会上修 就是有新的订单 新的产能 但是通常散户不了解 散户呢 只会看着股价 那涨上去之后 就觉得不要再买了 那涨多了就不要买了 但是呢 其实也从来说不清楚 何为涨多 涨一倍较多 还是涨十倍较多 所以跟各位讲 操作呢 真的是一门 科学也是一术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 赶快来找葳阳老师 那即将进入到十月跟第四季 我发现这个盘面呢 资金的移动 跟新的方向出现了 简单来讲 通常到了年底 就第四季开始 市场会开始 加重点火布局的力道 会是在明年 有爆发力的公司 而不是今年 很多呢 大家已经熟悉的标股 股价已经大涨的公司 真的这个时候 你不要一个人单打独斗 随便乱追乱买 这时候市场呢 会去布局卡位的是 明年会有大幅度 成长爆发的公司 而相对来看 位阶又低档的 比方说你看到 今天涨停板的一些公司 都是呢 位阶比较偏低的 所以呢 我们也才会跟各位讲 这一档海底捞月 目前就是在年限附近 那我认为呢 它经过了中期整理 甚至是深度压回之后 它的中长期投资价值 再一次浮现 欢迎所有的老朋友 好朋友 一起来团圆 本周中秋节的专案 168专属回家里 要提供给各位 赶紧加入 小老鼠 STOCK88 AT STOCK88 待会呢 直接来电 或来讯询问 当然就可以了 祝大家操作顺心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一所推介 分析局各别有的证券 我不当然知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知道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探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